这就是九张的真面貌 准确来说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运算系统 在实验室三平方公尺的面积内 摆放了上千个部件作为九张的计算光路 量子计算机它是利用量子力学的原理 量子力学它可以允许一个物体 同时处于多种状态 那么比如说零和一同时存在 它可以做一个原理上的叫做变形计算 就是很多个任务可以一起来把它完成 因此它就有了这样一种超越近年计算机的 这样一个计算能力 我们在高斯波特采样这个实验当中 构建了一个量子计算的原型机 可以比目前最快的超算能够快 10的14次方倍 就相当于我这里算一分钟的东西 用复月号拿来算的话 要算一亿年 它才能把这个事情给算完 这就是叫做量子优越性 乍听之下量子科技似乎是纯学术的研究 但是为什么全球各国都投入了大量资源 在这个领域内 原因是一旦量子科技成熟后 将会为人类的发展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社会の様々な課題を解決し 進化させるために求められているのが 膨大な選択肢の中から最適なものを選ぶ 特殊学术的技術 技術 包括密码分析 气象预报 药物设计 然后来探索物理学或者化学生物学里面的一些复杂的问题 美国学者对大陆的量子科技研究成果赞誉有加 不过也有媒体认为 大陆在量子霸权上不但超越美国 甚至有可能破解美国最先进的军事科技 例如说逆踪潜艇 一旦其能够应用在军事领域的话 必将为我国的非对称作战手段 再度天砖加瓦 美国海星引以为豪的潜艇隐蔽技术 则会在一夜之间过时 值得注意的是 大陆还突破了量子计算机必须在绝对零度 也就是摄氏零下273度才能运算的限制 以九章来说 除了探测部分之外 其他部分都可以在室温下进行 这也是让美国科学界 甚至是军方最关注的核心要素 尽管九章距离实际应用的阶段 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难关 但是九章在高品质量子光源 高精度所向和规模化干涉技术上的突破 也意味着大陆在量子科技发展上 独自领跑 TVBS新闻中文